北京冬奥完美落幕 全球各地能够分享奥运精彩时刻 由来官方广播机构悉心制作 在刚刚闭幕的北京冬奥 超过600个内地学生获聘实习 他们希望将累积的经验带到下一届 王志迁在北京报道 奥运是世界体坛最大盛事 每一幕激动人心的画面 都会透过转播箱带到全世界 北京冬奥全球有138个转播箱 负责提供讯号的奥林巴克广播服务公司 聘请了大约650名内地学生实习工作 又在北京就读的香港人成为其中一份子 作为一个香港人在这里 首先是非常难得的 香港都属于一个热大的地方 很少人参与冰雪运动 但是我看到好像朱定文 这些来自香港的运动员 都来参加这个非常成大的奥运会 所以我觉得非常自豪 奥运舞台除了是运动员梦想成真的地方 亦都是一班传播学生的工作摇纳 I think this is my first experience of internship and I got the chance to work in such a grea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o I feel very proud and lucky to be here and through this whole experience the whole process I have also grown and improved a lot with the help of all my managers and supervisors 作为最大型运动会 要做到最顶尖的制作要求 见到几十个萤幕都知道真的不简单 每届奥运吸纳的新员工 不少都会在新一届的奥运展开的时候 回来短期工作 他们都说希望利用这一次工作经验 将这份专业知识带到下一届奥运 甚至是香港有份主办的传闻会里面 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由2008年开始 为转播商提供转播信号 维护版权和制定转播标准 包括2024巴黎奥运都要靠他们 将欢乐发放到全世界 无线电视记者黄志谦在北京 北京东澳曲中人散 中国金界一共取得九金、四银两铜 为列奖牌榜第三位 创下历界最好成绩 赛场内外可为同样精彩 这两个几星期的点滴我们一起重温 2022年的冬天 一片又一片雪花回聚北京 当雪花遇上火花 碾燃起一场冰雪城会 我们就是没到最后都不会放弃 我们是团结的力量 墙上一分钟 墙外十年功 有住伤 难过痛 我是你赢吗 同志吗 我赢了 父老乡亲们为我们鼓掌 然后呐喊的时候 真的是从心底感觉到了这种力量 两颗璀璨新星 在滑雪场引起青春风暴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为你的梦想 打破自己的全部 我每次比赛都是最大的目标 就是做到自己最好 打破自己的界限 和打破世界纪录 获得第三名的线 获得队自1980年首战冬奥 今届排出力尼最庞大的代表团 176个运动员在主场之利下 收获一共九金、四银两铜 金牌和奖牌总数都是力界最多 两个几星期的比赛 各地运动员力拼 既紧张 又温馨 疫情之下的闭环冬奥 阻禁不了运动员之间的热情 正如今届的冬奥口号 一起后未来 天下一家 同热一心 明天会更好 保鲜电视机就在中长期报导 农历苦年来到 拉萨有手工丧尖苦尖展览 一起看看 一件件极具民族特色的苦坦 是西藏手工壮坦里面 古老又传统的种类之一 拉萨这一间手工壮坦公司 计划苦年在各地陆续举办应景的苦坦展览 我们今年借助 虎年的这个年份 在不同的地方 推出了西藏苦坦的一些展览 我们是希望呈现的是 关于喜马拉雅的一个生活方式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和关注到我们西藏的手工艺品 能够把西藏的一些图案设计 和元素设计 所蕴含的理念或者文化带到全世界 壮坦不单止是审美艺术品 亦是家居生活用品 手工壮坦制作 采用穿杆结构法 需要工人重复多次 才可以成为密实内容的壮坦 这样手工制成的民族特色产品 深受海外客户喜爱 西藏苦坦都曾经多次出现在 在各大展拍现场 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地去做一些新的尝试 包含着我们现在已经开发了NFC的芯片 我们会将我们每一张的手工地毯 都植入这个芯片 让每一张毯子有追溯感 株连双虎、虎绍山林、逢虎成吉、虎虎声辉等等 与热吉祥的虎坦受到市场欢迎 无线电视记者肖子恒报道 列车检收是铁路营运重要一环 福州铁路部门运用人工智能新科技检收高铁动车组 确保列车安全运行 中国铁路南窗局福州动车段 动车早上在外面出差 夜晚黑就回来看检 工程师运用新科技 对动车组进行全方位诊断分析和检收维护 在调度应急指挥中心 指挥员江信杰看着应急处置实景仿真系统 实时监控动车组的运行状况 改变了以往 除车机械师需要和调度中心电话连线 或者口头描述 浪费时间又浪费力 还讲不清楚的情况 还有关键配件根本 人工智能识别体统 可以自动识别动车组关键配件安装是否正确 作业者作业完毕之后 用手持机拍照上传 系统就会自动识别并且进行多度审核 有效保证动车组运行安全 系统在装信息同步 发送资检收工长和质量检查员等等进行多度审核 闭幻管控 从而有效保证动车组运行安全 无线电视记者黎在山不得 元宇宙就以潮兴起 北京有数码科技公司创造虚拟人邓丽君 不单只可以现场清唱 还可以和人隔空对话 大家好 我是邓丽君 很开心和大家见面 今天在现场您能给我们清唱两句吗 好的 那我就清唱个几句 天秘密 你想的天秘密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你没看错 他就是耳鼓歌手邓丽君 是数码科技公司创造的虚拟人 你的虚拟形象可以是像真人等级的 就是photo-release的真人等级 而且可以实时地让你在不同的一个荧幕上面 你可以去操控你自己 实时真人等级的面部跟身体操控 它将会成为元宇宙非常重要的一个助力 跟它的基础 虚拟人是元宇宙里重要的组成部分 透过大量运用数码资产 VR虚拟实景 和3D全式投影技术 可以提供沉浸式的虚拟场景体验 有科技公司布局元宇宙应用 将虚拟人拓展到教育 展览 游戏和艺术等的领域 有专家说元宇宙会为社会生活的发展带来改变 但真正实现元宇宙环境还需要一段时间 无线电视记者张林仪报导 内地去年起就义务教育实行双减教育政策 北京近日打算了一步将措施推前到学前教育 现已停运学前儿童的教育内流动应用程式 为了减少学童在课业上的压力 教育部去年7月开始要求减少功课量 并且规管保障学校的营运 而北京市教委日前就涉及教育的流动应用程式备案 以及管理工作征求意见 并且列明应该停运幼儿启蒙类别的流动应用程式 未来双减政策监管范围 有望进一步覆盖儿童 去到青少年的教育发展 而去年有机构就内地教育发展市场发表研究报告 华丹系学前教育市场规模 已经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 政策虽然仍然处于徵求意见的阶段 但有意见就认为一旦落实 这类教育业务将会受到影响 建议相关机构应该尽快转型平稳过渡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梁卓音不得